賴清德就是自負其短嘛 哪裡有這麼蠢的 大家都已經懷疑 美國對他的態度了 國際對他不信任 他還公開去投書 沒有辦法透過私下的管道 你現在是我們的國安團隊 是在總統府上班的 不然你登報不是很像路人甲嗎 賴清德對於國內 不相信他如果真的當選 有可能讓南岸維持和平 這個疑慮 特別投書到華爾街日報 他就用跟外國人講 那要幹嘛為什麼不跟台灣人講 跟外國人講 就是說有四點他有四個資助 包括要國防和阻力 提升經濟狀況 然後也建立緊密的民主 這個夥伴關係 然後再來第四個最重要 維護兩岸和平 不排除要什麼兩岸對話 這什麼意思 然後可是前提是 他是反對求而共識的 那兩岸要對話 基本上現在民黨所有政府的做法 跟現在的這個主張 看起來是沒有對話空間 說一套做一套 可是這個時候去跟美國 表達美方的輿論意見 這樣表達的是書誠嗎 所以美方在這次選戰裡頭的角色 真的還蠻關鍵的 每次角色都非常關鍵啊 蔡英文選總統 他落選就是因為美國全力那一次 全力支持馬英九 公開打臉蔡英文 蔡英文選上總統 就是因為美國全力支持蔡英文 不支持韓國瑜 這都是大家非常明白的 但是所以你就知道 美國沒有固定支持誰啦 好 韓國瑜如果這次再回來選的話 美國也有可能支持韓國瑜 回過頭來講 賴清德 賴清德就是字幕其短嘛 哪裡有這麼蠢的 就是大家都已經懷疑 美國對他的態度了 國際對他不信任 他還公開去投書 不就是證實了 人家真的對他很不信任 而且你都還沒有辦法 透過私下的管道 你現在是我們的國安團隊呢 是在總統府上班的 為什麼沒有辦法 透過蕭美琴 去跟美國人保證呢 還是通通走過了 沒有用 不然你登報不是很好 很像路人甲嗎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 你講話人家會信嗎 你已經公開講了說 你不會台獨啦 那你為什麼還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一直要跟美國交心表態 那就是你講的話 重點在你講的話 人家不信嘛 所以美國人是質疑說 你的過去的政治記錄 你的真正腦袋裡面的 意識形態 你想說美國人好騙啊 然後選上了以後 就像陳水扁一樣嘛 所以我認為很明顯的 這一招就是 泄底了你知道嗎 就表示說 原來你窮盡所有的手段 跟管道 美國人不買帳 所以你知道公開買廣告 賴清德他作為一個 總統候選人 他有沒有辦法突破的 天花板在於什麼 第一個他的重大缺陷 就是說你這個台獨的記錄 在國際上是走不通的 剛剛在講到一中憲法 全世界的政策 由美國帶頭確定的 叫做一中政策 你就是一中憲法 那你賴清德到今天 民進黨到今天 你不開這個口 國際上社會 你是走不出去的啦 不要開玩笑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